嗨,大家好,我是台湾媳妇晋景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嗨,大家好,我是晋景 最近呢,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呢,让我反省了一下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教育失败,还是现在大缓进入子 也许很多人都碰到过跟我一样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芽芽呢,她之前没有手机 所以呢,我有把我淘汰的手机呢,给她用 但是呢,那两个手机是同一个ID 所以呢,她不管下载什么东西 那当然要经过我的同意 但是,我也发现,这样子同用一个ID的话呢 她的手机就会一直接收到我的讯息 所以说,我为了避免她收到我的讯息 我那天就把两个手机的ID分开了 所以呢,她就知道了她的手机上面的ID 还有密码 那刚开始我还有跟她说 我说,不管你玩什么游戏 你不能乱买游戏上面的东西 我也跟她说明,她有答应我 谁知道呢? 我把手机给她用呢,也就是周末的时候 还有平时呢,如果她写完作业 我会给她用一些 我会给她用 就是本来我以为 这样子她一些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自主管理的机会 她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 原来我是相信她的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才三天 就出了很大一个问题 就在前天把她的手机拿过来看 就突然发现说 竟然上面有简讯 那简讯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整个心都凉了 为什么? 那简讯上面说 芽芽她有买一千六百多块的 她有一个下单一千六百多块的支出 就是她会随着下一期的账单一起来 而且那个简讯还不止一个 这样子收费的简讯我看了一下 一共有六个 那金额都是不等 有一千六百多 有一千三百多 有三百多 有六百多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得一跳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子的警讯 那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费过这样子 巴菲特也有在玩手机 也有在玩游戏 但是巴菲特从来不会买这些 什么装备啊 什么东西啊 她从来不买 所以我真的 我当下我就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因为我已经有跟她说过了 不可以 那她竟然还满 我就觉得真的是 她以前真的不会这样子 那也许真的是长大了 不太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真的是超乖的一些小孩 所以说当下很生气 她在房间里面做作业 我很想马上冲进去 可是我告诉自己 冷静 冷静 我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巴菲特已经 看到了当下 她马上就想冲进去房间 想要揍她 我赶快把巴菲特拉住 我说冷静我们先冷静 她说有什么好冷静的 你知道这多严重吗 她就很激动 其实呢 我跟巴菲特在教育小孩的时候 有很大的分歧 为什么 因为她的原生家庭 跟我的原生家庭 对待小孩子的方式 差别是很大的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没有打过 所以说 我也会觉得 我对自己的小孩 我也会希望用这种沟通的方式 那巴菲特从小就被打大的 所以她就会觉得 这种方式 也适用于她的小孩 虽然她被打的时候很不爽 但是她现在在教育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她就会忘记那种不爽 而反而觉得这种方式是有用的 小孩子就要打 所以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真的是 以前因为这个我们超过很多 就我觉得不能打 她觉得一定要打 打了她她能记住 我会觉得你跟她讲道理 她也会记住啊 而且她会更能接受 而不是强迫的接受 而不是因为害怕而去接受 所以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不要用打的 要用说的 而巴菲特就会觉得 都是你都是你 是你把她宠坏了 她今天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被打 我妈这样子也没有把我宠坏啊 那为什么我不打小孩 就会把她宠坏呢 这个说法我是绝对不认同的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让巴菲特 用打的来解决 我跟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首先要想的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比较重要 我说首先我要打电话问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 就是我们拒绝支付可以吗 或者是说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她退回来之类的吗 我说至少我们先要去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揍小孩 因为你揍她 那这些钱也回不来 所以我们就赶快打电话 首先我就打电话去问 就是电信公司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只要是 因为她好几个简讯里面 有几个是写说什么扣款失败 然后就没办法就没有成功 她说只要是扣款失败 没有成功的这种 就是钱没有买成功 交易没有成功 所以这些就是没有扣款 下期账单不会出现这一笔交易 因为没有成功 那只要写她跟着下一期账单出现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交易已经成功了 那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是成功的 那我跟她说 我说那这个可以拒绝支付吗 她说不可以 因为她在买的时候 她一定会要求输入什么ID啊 输入什么密码说什么 每一步其实都有提示 那只要她都有照那些输入了 就表示你认同了 因为一般小孩子是不会有独立的ID 一般都是父母的 那或者是说你让她知道了 就是你默许她 那接线公司是这样跟我说的 那她说不然的话 你就是去跟游戏的厂商去去沟通 看看可不可以 那通常这种几率很低 他们会退款的几率也是很低的 那我有查了一下她这个游戏也是国外的 所以她连什么服务电话都没有 我们也没办法打电话 她不是在台湾有的 有服务点的这种游戏 所以说 我们查完以后其实 嗯 虽然很生气至少 嗯 没有那么激动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她叫出来 跟她谈 我问她你有没有买什么东西 她就马上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 所以当下她马上告诉我 对 有 在说的同时她马上开始一副想要哭的样子 其实她知道她错了 她在买的当下她就知道她错了 可是她不敢说 而且我就问她 我说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吗 她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吗 她说我知道 我说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要买呢 她说就是玩游戏的当下 那人家都跟她说这个多好玩多好玩 然后她就忍不住 就照别人说了操作去买了 我说那你就算买了 那第一次你知道这是不对的 你就不应该再买第二次了 她说我也知道 可是当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控制不住 就是买 然后看了一下那些交易 都是在星期六星期天的 那刚好星期六星期天 我有让她喜欢作业也可以玩游戏 所以那些全部都是 YAMI YAMI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开门 然后我跟她说 我说你 有没有记得妈妈把手机给你的时候 就要跟你说不可以买这些 她说她知道 那她说这些钱的话 那就在她的户头里面扣 她来支付 那以后她也不会再买 她说那手机她也不玩了 她自己主动跟我说 她说手机我不玩了 手机还给你 所以呢 然后我知道 其实她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她也知道这件事情她做的不对 那我觉得 至少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说有时候你孩子犯了错误 我真的不一定要用打的 我觉得良性的沟通更容易让她自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你有时候打她 她只是基于害怕 不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真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那芽芽这样子我们不用打 那你跟她好好的谈 让她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让她自己主动改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其实之前呢 给她玩手机 我们就有发现说 因为刚开始给她玩手机 是基于说 让她有一点自主的空间 你让她有一点自由 因为你都不让她玩手机 她其实跟朋友之间 她就不知道聊什么 因为大家都玩 那她不玩 她都不知道要怎么聊天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为了让她跟朋友之间有得聊 有可以聊的话题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在她 写完作业的 写完功课的基础上 给她玩一些时间 那后来就觉得这个 时间好像给的太多了 我们想要收回一些 那时候她是很很反感 对于我们要收回这个 她是非常反感的 那我也跟巴菲特说 那一般我们给予了 要收回一定要有一个圣诞的理由 你不能硬性的要收回 她会更加反她 因为她现在也已经快要叛逆期了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做一定要合理性 而且让她心服口服 不能用以前的那一种 压迫式的 强迫式的接受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 但是也是一个转机 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呢 她自己主动的把手机交给我 主动的跟我说她不玩了 那这比我去强迫她把手机交出来 限制她玩手机 我觉得这样好很多 因为她自己主动的话 她就不会有那种反弹的心理 而且也不会有那种抗拒的心理 像之前我说要限制她玩手机的时间 不能说只要写完作业 其他时间都可以玩 她那时候就很反对 很反弹 她就觉得说 为什么刚开始爸爸都没有限制我 为什么现在妈妈你又来限制我 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情 我反而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她自己主动把手机交给我 其实真的 凡事都有两面的 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去看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小孩子之间 都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手机 现在小孩子你不给她玩手机 完全不给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你限制她 其实限制的越多 她反而越渴望手机 她等到哪一天她自由的时候 我觉得 她可能会更加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平时呢 还是要弹性的给予一些手机 但是 记住 掌控权一定要在我们手上 千万不要再像我一样之前 连把ID的密码都告诉她 就让她自己设定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好在这一次我及时的发现 那金额呢 还不算太大 不然的话 进行接下来可能每天都只能吃 喝西饭 对 因为我有看过新闻 好像玩手机买了几万块的 十几万的都有 那这次呢真的是不幸中的惋惜 那希望呢大家如果家里面也有小朋友了 记住进行这个教训 千万不要让小孩子知道手机的ID名 这样子她就没有办法自己玩游戏的时候去买任何的这种产品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有空再聊 拜拜